午安您好 我是马千惠 欢迎收看中天五间新闻 现在时间来到中午的11点30分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要瞄准 立法院在今天上午进行的是 倒戈大战 而在历经了一个上午的朝野立委 记名投票之后 在刚刚已经结束了 即将要进行唱票 好 结果将要出来 我们立刻连线立法院的记者邱盛文 好 主播对你关心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今天早上是进行对闲院长 将一化的不幸任案的投票 就在早上的11点22分 所有的朝野立委都已经领完票 完成了投票顺序 那么一共有112个朝野立委 包括民进党 国民党 台联党 清明党 都已经完成投票了 那么现在呢 王金平院长正在宣布要进行开票 要来唱名的动作 那么由于今天呢是记名表决 因此呢在开票的现场呢 也会清楚的看到说 哪一位立委赞成 哪一位立委反对 那么现在你所看到呢 是议事人员呢 纷纷的拿到这个票 待会就要进行唱名了 带您看一下现场的召唤 召唤 minister 反对 是议事人员的赞成 尔谭彦君反对 是议事人员的赞成 王金平反对 王亭生反对 王亭云反对 王云云反对 王产美反对 王云云反对 王产美反对 王产美反对 王云美反对 游美女赞成 田秋景赞成 江启臣反对 江慧珍反对 何欣纯赞成 吴玉仁反对 吴玉仁反对 吴怡珍赞成 吴炳睿赞成 吕玉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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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昆泽赞成 李俊逸赞成 吴玉仁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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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黛化 赞成 林明珍 反对 林玉芳 反对 林国正 反对 林淑芬 赞成 林昌敏 反对 林德福 反对 林洪池 反对 邱文燕 反对 邱志伟 赞成 邱逸营 赞成 姚文志 赞成 邱建明 赞成 段仪康 赞成 洪秀柱 反对 季国栋 反对 孙大千 反对 徐少平 反对 徐绍平 反对 徐欣赢 反对 徐欣赢 反对 徐邀昌 反对 汪崇军 反对 馬文君反對 高志鵬贊成 高金素梅反對 張家俊反對 張慶忠反對 許忠信贊成 許天才贊成 許智傑贊成 陳其邁贊成 陳明文贊成 陳怡傑贊成 陳廷妃贊成 陳唐山贊成 陳唐山贊成 陳耕德反對 陳耕德反對 陳淑慧反對 陳學生反對 陳超明反對 陳潔儒贊成 陳偉忠贊成 陳教育贊成 陳秦韓反對 陳毕韓反對 陳歐國贊成 陳歐國贊成 陳學生反對 陳學生反對 陳正香反對 陳正香反對 曾俊威反對 曾俊威反對 陳奕德反對 陳求贊成 陳語贊成 黄智雄反对,黄昭顺反对,黄昭顺反对,黄伟哲赞成,黄伟哲赞成,杨玉馨反对,杨应雄反对,杨应雄反对,杨耀赞成,杨崇英反对,杨玉环反对,杨玉环反对, 杨莉玮反对,黄昭顺阴赞成,叶今零敞成,叶今零敞成,张凯臣反对,廖正景反对,廖郭栋反对,廖国栋反对,廖国栋反对, 广毕林赞成,赵天龄赞成,刘建国赞成,刘兆豪赞成,刘兆豪赞成,潘孟安赞成,潘维刚反对,蒋乃欣反对,蒋乃欣反对, 蔡正元反对,蔡齐昌赞成,蔡黄狼赞成,蔡景龙反对,郑天才反对,郑鲁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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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郑鲁芬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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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美军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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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信任喔 那麼稍晚11點50分左右呢 政運黨將一話也要親自的來到議場前 來跟所有的國民黨立委來答謝喔 那麼現場呢我們所看到呢 是這個議事人員正在進行開票 那這個現場一共有一百一十二位立委 那麼這一百一十二位立委 不管藍綠不管執政或在野 也都全數有名票 另外一個值得要關注的呢 就是這個高金素美立委喔 他是委長的 不過他之前呢 始終沒有表態 他究竟是贊成還是反對 那麼今天呢 他確實投下了反對票 也就是呢 他贊成這個江一話院長 在繼續的來執政喔 那麼現在你所看到的是議場 正在整理這些所有的票數 那麼所有的票數也都已經全數的開出了 那麼呢 幾乎是確定了這個 閒院長江一話的不信任案呢 並沒有通過 那麼戰異化會親自的到議場前面 來跟大家加油打氣 感謝所有立委的支持喔 那麼今天早上呢 可以說是這個藍綠氣氛都相當的緊繃 那麼國民黨民進黨都開了黨團大會 那麼國民黨這一次 這個釘長針的釘得很緊喔 他特別呢 祭出了這個開除黨籍的這個處分 只要你是跑票或者是你是無故不到呢 就會來開除黨籍 那目前我們現場所看到是最新的票數已經出爐了 確實一如我們的預期是45票對上67票 這45票裡頭呢 包括民進黨有40票 還有這個台聯以及親民黨加一加 在野黨一共45票 以及呢 國民黨呢 有67票一個人都沒有跑票 這是來自現場的最新狀況 那麼稍後將一話來到立法院 我們也會持續的帶您關注 先進頭 在彭麗主播 好你所看到是沒有任何意外 倒閣案被封殺並沒有過關 因此呢 在星期五的時候 將一話能不能夠順利的到立法院上台施政報告呢 目前大家都在關注 而民進黨如果再繼續杯葛的話 是否也失去正當性了